HELLO 大家好! 看下今個星期有什麼創業新聞呢? 麻煩叨叨叨! 50間本地初創枯化企業 落湖深圳二元橋創意園 我們之前報道過 由香港設計總會主辦 創意香港及深圳二元橋創意產業園 共同贊助的 大灣區創業枯化計劃2019 計劃早前宣布錄取50間本地初創企業 並於去年11月安排他們正式進駐二元橋 計劃同時亦提供合共750萬港幣的資助與入選企業 協助他們擴展香港境外市場 枯化計劃於去年5月正式啟動 透過資助本港初創企業進駐深圳創意產業園 以此作為據點擴展業務至大灣區內角內地城市 資助對象針對創意業務為主 涵蓋室內設計、產品設計、平面設計、工藝、 數碼娛樂、動畫、活動策劃及製作 以及新媒體藝術等領域 每間入選企業可得到計劃提供高達15萬港幣的資助 以支付租任及營運、宣傳、研發及培訓等費用為期一年 此外,入選企業亦會獲得二元橋提供專業團隊及設備等支援 參選企業需經過兩輪評審面試 向以香港設計總會秘書長劉小康為首的評審團介紹其企業方案 最後共有50間初創公司成功晉身成為枯化企業 早前50間入選企業的經營者或代表出席在二元橋舉行的掛牌儀式 園區更舉辦一連串啟動禮活動 包括由香港設計總會主辦的創意策動2019 意想四成旅外展覽、商業技能工作坊、創意市集 以及創意分享沙龍等場面熱流 創意香港助理總監員採訪、聯同二元橋總經理劉均碧 以及香港設計總會名譽被輸馬為業等一同主持啟動禮 宣告枯化企業正式開業 劉小康表示,非常感謝《創意香港的贊助》 讓大灣區創業枯化計劃2019得以順利舉辦 並進一步推動本地創意行業發展 他讚揚50家入選企業的水準很高 並祝願他們迎接風修年 原蔡芳亦祝賀各入選的枯化企業 希望他們能在大灣區大展所長 低造更多商機 好,今天先看到這裡,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